好的 欢迎回来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这盘 也是很关键的一盘主将战 两位棋手也是目前排名 我们第二位和第四位的范婷玉队 顾子豪 那么在进入这个棋局之前 我们也是先看一下两队教练的 一个简短的采访 常规赛已经进行了八轮 这次成都五号站的比赛 要进行后七轮的常规比赛 另外还有金鲁赛也同时进行 总共要进行十五轮的比赛 这个对棋手的考验图为大 所以可能从成绩上来说 变数也是非常大 目前我们日照上海大战队 是排位第五 其实前十名左右的队伍 大家积分都是非常靠近的 其实排位第五的话 也许是我们队可以说是 一个及格的一个排位 但是远远没有达到 我理想的一个排位 今天我们的对手是目前的 领头仰 江西队 他们现在领先我们三分 可能也就一个身位吧 所以我们今天正确能够取得 好的成绩 能够接近和第一集团的分的差距 我们江西上半年第一阶段 能够展示还第一 应该说这个曾经也出过一些 我们的预料 比如说队员能上半届子 发挥得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战时还第一 我们就接下来的比赛 更加厉害 更加激烈 尤其是这个下半年的话呢 我看不见所有的队员 前面都是都在下半阶段 今天我们队员山东 山东也是是强队 老白金 我觉得 我们的队员也是 希望他们有个看中心 不要觉得很严肃 严肃的气象 另外呢 我们进下半年 我们有网络 网络馆 江西 我们有这个 然后我们等得起 而帮我们江西队 所以我们应该讲 多我们的讲 应该是更加有 我们激励他们 去好的场景 好的 刚才看到两位领队的 一个简短的采访 其实这个不管是江西队 还是日照队 其实他们的排位 现在都是比较领先的 一个是第一 一个第五 是吧 虽然刚才曹老师说了 还有待提高 是不是 还不是太满意 还在鞭策他的队员 但是在这个16支队伍当中 能进入前八 首先就是一个胜利 对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赛制 前八名就是争冠区 对 这个第八第九差别是最大的 是 第九名以后 就是一个保级区 谁都不会轻易的满足这个排名 怎么想 总是希望排得最高 对 其实 应该从去年开始 这个维甲改革之后 变成这个 常规赛和气候赛之后 其实确实增加了很多的看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会儿要给大家介绍这盘主将战 对 范婷玉对顾子豪 是 跟他说顾子豪排名第二 他和杨炳心并列 并列第二 对 反正他们分都拉得很近 很近 然后 一会儿好像杨炳心第二 一会儿固扯 最近是并列是吧 并列 然后 范婷玉就是第四 因为两个第二 所以今天介绍这两盘棋 就是前四名棋手 是吧 两两棋手 柯杰领先的接近一百分 这有点夸张 这确实太厉害 因为我们以前 最早以前 定这个等级分的时候 40分为一段 当时好像九段是2560 然后马晓春和列玉平老师 是定的是2600 我记得是这样 对 就是他比九段高40分 就是初始的这个等级 列老跟马老 要比九段高40分 那我们讲40分一段的话 那就是柯杰就已经高出了 高出了对手两段半 对吧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统治力啊 还是很明显的 太明显了 现在看到周睿洋啊 周睿洋九段 是 其实日照山海大象队 也是云集世界冠军 你看 刚才看周睿洋 范婷玉 江维杰 是吧 刚刚许家阳 包括伊灵涛 伊灵涛也是很有希望的一位新秀 对 刚我看许家阳好像穿了一个羽绒服啊 应该看起来是不是 晒场应该没那么冷啊 别的棋手都穿的不多 你看这不就正常的衣服 对 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吧 那么江西队呢 确实今年 前霸龙过后能够排名首位是吧 其实大家还是稍稍觉得有点小意外 因为毕竟现在强队太多了 现在不管是哪支队伍都不敢说自己稳赢 就是因为强队太多了 所以谁排第一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对吧 那倒也是 下去很很小 而且像现在这种违甲的赛会制 他不像以往常那种主客场制 那你赢完以后 你是要一个星期做调整 这个棋呢 他下完第二天就下 那有些棋手你可能输了以后 你状态还没来及调整 对不对 那以前是我去主场 我输了 我还有一个星期在下呢 对吧 我可以调整一下 这个就是对棋手来讲 他要一个很高的一个调整能力 比如说这个棋 我今天我赢到首位棋 突然打一大勺 对吧 我这心情很坏 但我第二天还要接着比啊 对吧 所以更容易出现这个 就连胜或者连败的情况 对对对 这是要求我们棋手 更快的去调整自己的心理数字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进入这个 这盘棋局啊 嗯 孤子豪的黑棋 从你的方向板 好 孤子豪那 在维甲当中也是成绩非常的不错 他是去年维甲最佳主将 所以你看这个最佳主将 带领江西队 坐上这个半成的领头羊位置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是 他不能说是完全是意外 他主将老赢的话 因为四台嘛 嗯 2比2他主将就拿分了 那么就是说我主将赢的话 我三个人只要赢一盘棋 我这个队就其实赢你了 是 所以主将还是发挥是很关键的 这个开局三个新位 嗯 黑五呢 直接点33 嗯 飞出来 嗯 这范婷玉和孤子豪相差两岁 是吧 嗯 范婷玉 要年长两岁 对 但是他拿世界冠军呢 就比孤子豪要早好几年 他拿得早 他应该是最早的吧 他16岁 在他对 在他这个年龄层当中 是不是也就比李昌浩是 比李昌浩是年轻还是小 反正他不是第一就第二 就是世界冠军 拿得早 因为也是跟赛程有关系吧 刚好比李昌浩老师呢 要呃 稍微大几个月 大几个月 你就是没有 等于这个记录没有刷新 对 那其实几乎有差不多 因为你这有运气成分 这就16岁多一点 对 因为你这有运气成分 因为你那个决赛摆的哪一天 对 这个是有运气成分 两个人都是下了一个 对 这个一人点一个三三 对 不一样的地方 他选择跳 他没有选择飞 飞就一模一样 实际上这都可以 然后黑级选择的压 这也是这个定式的一种下反 然后冲 这个定式应该大家也是 见过很多次了 然后断篮定 这是没什么变化的 这都是普招 对 走完之后 就大概在这里连片 就很正常 这个胜率应该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波动 对 反正这个一开局 现在很多定式都 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了 对吧 一开始AI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很多研究不是很深 所以变化就 还有不一样 现在出来快一年多到两年了 那么很多变化 大家都是知道的 现在就开局 更是在摆摆造型的 到中盘的时候才是关键 说实话 说实话 现在这个布局有时候看多了 也会有一点难免有一点乏味的感觉 太雷同了 是吧 但实际上其实我倒觉得 也没有AI之前 其实有时候你也挺乏味的 你没发现 你有没有AI之前 那我觉得还好一点 我记得那个时候 全都有中国流 他流行有一阵 对 他是一阵 就是跟风 你知道吗 就是有 如果说有一阵 大家都下中国流 确实是这个赛场场 就老是看见中国流 以前有一段时间 不是全是中国流吗 然后有一段时间 就马老师拿冠军 那时候 那个新小木 无有角 也是全都是 后来有一段是错小木 对 就是你会发现 就是其实职业的高手 他也是一阵阵的 但有了AI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也差不多 一开始你看 错小木不是很流行 看刚开始 AI刚出来的时候 错小木就被被破了 对吧 但最近你会发现 柯杰不老下 错小木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包括中国流 也是说是被AI给破了 现在其实又开始 你看其实这个结构 不也就类似于 中国流的一个结构 对吧 所以其实 总的来说 大家还是崇拜强者 对 然后他最后 他会发现反反复复 他就下了后面 反正下什么布局都差不多 一开始觉得 我这个布局被破了 我就换一个布局 最后发现 你所有的布局 都被破的时候 你就无所谓 反正那就随便下 那一开始 说实话 最后决定胜负的 还是中后盘 对对对 绝不是说 你要是你拿个布局 就能赢其的话 你没发现 没AI之前 柯杰就赢世界第一了 你有了AI 人家还 还是世界第一 这个其实 所以说 不是说有了这个 AI做布局的研究 你就优势很大的 对 没有差那么多 至少你 但是不能落后 是吧 对 你要保证不掉队 对 好 现在黑棋 拆白棋刺 对 这个下法 肩腕肩 就是挺好的一个下 是吧 最早 最早以前 还没有AI之前 我就见到过 李长浩 这样下 就当时那个下法 形状稍微有点不一样 再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棋型 这边的这个加几点 可能可能是在哪 我不知道 就这样的棋型 也是刺完 再肩的 也是这么下 所以这个局部 见完间 确实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好下法 那你说 这个不能算是AI的下法 其实有很多 很多AI的下法 它不都完全是 它自己自创的 有很多也是 人类以前有的 只不过AI它更深入 它把这个东西 以前人类起手 看不到的地方 再展开了一下 再延展了一下 像这个下法 李长浩就下过 然后这部棋 就是改良版 以前就是搬的 就搬住了 搬的话 以前 以前我就是李长浩 那个棋 就是搬的话 它就虎 然后你打吃 它可能就脱先了 以后它找机会 以后它找机会 就是做这个节 它找机会 它像这样以后 我估计可能就脱先 清明一些 比如说在这一代 镇头 这一类的 反正以后找机会打节 对 它什么时候 能够把你打回去 它就便宜了 为什么它把你打回去 便宜呢 你看如果说以后 将来你刺这个 你刺这个是一个局部的 眼型的要点 对吧 那你走成这样以后 你看你再挤过的时候 是个打节了 如果你打不回这一下的话 它一挤就把你吃掉 就一下就连通了 对 所以它这下如果说 它把你能够打回去 它是有便宜的 这就是这个局部的 这就是这个局部的常用定型 所以黑旗呢 改良了一下 不要去走这个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你在乎呢 我就挡着这头 我就不搬脚上了 大概是现在白旗 也没有做很教条的 虎尔路 它是跳在上边 对 跳黑旗 大概只能是蹲 因为这个地方要联络 是不是啊 它联络的除了贴 另外就是利 利的好处就是 可以将来挤了段 是 你爬应该是不太对 爬被 爬白白被便宜了 对 人家就长 你这好像还很怪异 对 你这个将来再挤段 味道要差很多 对 是吧 也是有挤段 没有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对对对 但是就是 你黑旗还得防着它断 你看你这气息 你要不走 你就被人家冲断 那如果你走 它在乎 你就很难受 就没心情在挡 对 你这个冲到 你要挡的话 你这个 如果你一旦挡 你不是这个地方 拱了一个弯三角 你本来这一手旗就过来了 你非得拱一个弯三角 所以确实 这个旗行 它跳的时候 你是没有心情去挡 从形状感觉上来讲 是没有心情挡 这个第一杆 都是立在这里 是吧 然后白旗就 把这块旗看轻了 是 但是黑旗呢 能够把它全吃掉 其实也还可以 也有收获 也还可以 这样的连脚带边 也是 也有不少空 对 局部应该黑旗 我觉得还可以的 但是它 白旗轻易 就是把你这边的模样 给破掉了 白旗追求的是速度 跳 长 长完以后 白旗需要小心 就是这个地方 它黑旗可能 一旦厚了的话 它可能 可能这一代 什么靠段 这些的有可能有 就是一旦黑旗厚了 这种大跳的 要注意的弱点 就是这种靠 对 这种 就靠这个 靠这个有可能 都会有靠段的可能性 要小心 所以现在 白旗先靠一手 也是间接的 补强自己 靠这个 说实话 这个力 我真的是不太能接受 觉得有点缓吗 我不知道 顾子豪今天脾气 为什么那么好 这力不是明显被便宜了 这基本上 而且你这边全都是连上的 这地方 那你这一下明显被便宜了 而且将来 有了这个交换 你可能再靠就靠不动了 对吧 我觉得 索性 还是就这样 争个先手 尽管说 争个先手 让白旗变得更厚 但是 但是你就争个先手 也不愿意落后手 比如说这样 这个点就挺大 就争个先手 就是 反正 感觉没这个心情 你这个 这个争个先手呢 虽然说白旗很厚 但是呢 至少搞不清楚好坏 你毕竟抢了一手先手 如果你实战走这个后手呢 那至少是明显承认 被人来便宜 对 心情上有点 对吧 这些明显被人便宜 除非是将来 你还是瞄着他 有想法 对 他肯定是有想法 继续力量 对 他肯定是有想法 那他还是 我觉得可能还是继续力量 对 但是但是这种 付出的代价比较大 就是你先手 先被人来便宜一下 现在白旗班 对 那边显然 他是要靠完定型 要定型 那黑旗他实际上 不肯 先挂 对 但是挂这个 肯定是挂不到 因为大家看这个地方 露着风的 露着风的情况下 黑旗从这边过来 这个价值其实就不大 你这地方有爬爬 或者他没有木 所以这个挂 他也没期望能够挂到 但是他就要挂一下 就是站大厂 对 如果你要跟着硬 他肯定就是意外之喜 他觉得 他们也没想过你会硬 你要跟着硬 他就达到目的 白旗肯定是 对 拖鲜 拖鲜了 拖鲜 黑旗 高爽飞燕 是 白旗补一个吧 对 白旗顶住了 这旗好像黑旗 这个方向 有点劣 我觉得 尤其这不飞 好吗 我这不飞 主要是我觉得 顾志豪他可能 他对他冲击白旗这边 他的信心太足了 对 就如果说他不能攻到 白旗这边的话 其实他这个方向很利 他走了半天 就没围绕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 而且这手机好大 这边怎么 比如说这走一个 这好大 是 那走过来的话 黑旗要处理这个 那这边就要死了 所以我觉得 正常的感觉应该在这边走 但走什么 我也不清楚 但正常的感觉应该在这边走一个 对白旗 你看黑旗这里立一手 这边再飞一个 总觉得始终还是有想法 对白旗这一串 对他就是觉得 你觉得我下的很缓 但是我待会我就要收拾你 对 先投资 但你这个到时候有多大的回报 不好说 对 反正我还是觉得白旗更好掌握 白旗每一步都很大 这边确实是太舒服了 这边现在黑旗 你看 现在就是上下两边 你跑一边 另一边肯定得死 对吧 这就说明他要么这块是空 要么就这边是空 这个对黑旗的实控压力太大 因为黑旗这边其实没走了东西 你只 除非你就要杀掉白旗这块 对 否则的话你自身围不到什么东西 至少从这个左边来看 这个方向黑旗是有点不对的 是 好像下的有点问题 有点小有问题 我觉得是 有点奇怪 我们往后看 现在黑旗是跑出来上边 对 但也很惨烈 你走完以后 其实白旗这边是活的 白的一旦活了 就是这边你就 如果不动就全气了 也感觉有点大 确实是有点太大 我是觉得有点太大 黑旗把这边飞出来 飞出来 然后白旗呢 但是飞这个能跑出来吗 白旗你看就震 是啊 不像能跑得出来啊 这就好像太苦了 就往这边走的是没什么前途的 对吧 往这边哪有前途 你说现在如果直接尖是吧 对 就贴一贴 然后什么夹着你哪有前途了 就这样来 就这么直接吗 不不 这架可能不贴吧 这下 比如说这就是飞 就飞吧 那边好像不像有什么前途 出头是 对 好像出不去 对 感觉上好像方向有点问题 嗯 所以这边估计是不能突 这个这里好像 那他怎么办呢 他是先拐 那不又气了 就像妻子的样子 这好像一上来气一块 肯定是不是 古子豪的本意吧 我觉得这上来 气这么大一块 难道是他 构思想好的吗 太大了 好像 古子豪的风格 其实还是比较 善战的 我觉得 对 他和范婷玉相比 像范婷玉相对 是均衡一些的气风 对 反正范婷玉喜欢实地 他吓成这样以后 他先吃你一块 他绝对 对 这不就是郑重范婷玉的下滑 他肯定是乐坏了 反正他肯定是乐的 这期 这怎么活呢 这能活不了 活不了的话 这一串交换 没明白 对啊 那为什么要飞出来呢 这个存疑啊 是 就是 如果就这么轻松的被白旗吃掉 那就是 就是看错了 看错了 只能说 不知道他看错哪了 反正就是肯定是看错 这个白旗 你看白旗很简明啊 建完一顶 这个局部 你断 他可以吃这个 就吃通了吗 这个他污算在什么地方 如果直接断 嗯 对 他就建断 他吃这个就吃通了 走这个 对 你只有这个是先手 但这个先手完了 你也做不活呀 你看这边不能跑 跑的话 白旗一打 对 是吧 对 所以你看 走 但这个顶是后手 不顶 那边后手 那边哪有前途 就这边出不来的 那边肯定是补这边 对 那边肯定没前途 你顶这里 人家就补这边 你这个 这个肯定是跑不出来呀 对 所以你就只剩下这个先手 但 但这个先手 做不活啊 就白旗外头 比如说补一个 嗯 这地方做不活 还能大飞 走这个 嗯 大飞是死了 走哪都死了 好像靠这个也死了 对吧 靠完爬会也死 对 这个 那你如果他 没用啊 不行啊 这一点也死了 对对对 死的比较清 很清楚 很清 死的很清楚 就是他 他是不是没看见人家这个顶 嗯 只能这么理解 否则的话 这个死的有点 他觉得这边有一段 这边能做能做演 是吧 因为你你这边补一个 他他贴个就活了 嗯 贴完这顶 你 可这个键盒吗 会不会是这里出现了污算 嗯 应该像是污算的 我们不认为这 这气了 无法想象是这么构思的 你现在 只能就走了半天就捞了这个便宜 没啥用啊 然后这便宜一下 然后再掉一下 哎是掉在 对 掉在这里 他就靠这个顶先手 刚刚讲顶完就断了 他这是白黑棋这个气子之后的一些收获啊 有一些先手的借用 但是这几个借用是不是不足以弥补损失 不足以 现在现在就黑棋就是要刷这边了 不然不然这个你看这个空 太大了 你一个一上来 先死了一个大脚 你这半盘 你看白棋两个脚 他的目数肯定比你这个多 肯定比你这个多 然后你这两个脚 你对比一下 白棋明显胖一圈 对吧 白棋明显胖一圈 现在所以黑棋只能是杀这款 但杀这个对于 杀高手的棋哪那么容易 杀棋太难了 范廷也这么喜欢做演的一个棋手 先捞后洗型的是吧 这个 但也必须得 这是他一直就 必须要来强攻 对一直就盯着了一个手段 从力开始他就垫你这一靠 但是反正就跟着硬了 是吧 这个 然后再退 接着点 这就是都是最狠的来 走这个 也不太敢冲断 现在这几个 这蚕子 如果你黑棋愿意吃呢 白棋就 对冲断 它就简单了 冲断它 比如说 它就去压一下 压力只有退 嗯 我知道 然后它这个压还是先手 那它打了贴 这都是先手 对 然后这就走一个应该就 全进去了 应该就进去了 对 对吧 这两个字跑不掉了 对 它还有可能 还有可能再贴一下呢 这一扳头你也吃不下了 嗯 再贴一下 你这边也不能断进去 对吧 你这扳头 所以说你不能冲断 所以它这个飞 它就是 诱你 诱你来冲断的 那你不能飞呢 就只好这样贴 那你贴 就肯定是杀不掉白棋了 那白黑棋就是说 它通过这个下法 能够 下面能够围多少 嗯 看看下面围多少 能不能收空 那感觉下面 怎么围的不像能够的样子 因为你这边脸出来以后 你围下边 你其实上边这块棋 黑棋就不太有潜力 对吧 你这贴完以后 如果说你围通过攻击围下边的话 这边肯定没有空 那这边没有空 你光一块空 怎么跟白棋这些抵抗 对 就是我们 第一杆是觉得不太够的 不太够 这个 只是围下面一方控 嗯 还是不足以争胜负 这两下倒是它舒服的权力 对 但舒服完了怎么办 所以上来肯定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我觉得围炒 不应该把这么大块的东西也弃掉 嗯 然后长 长应该是先手吧 长它应该沾上了 得补齐 不然不 不然这地方一顶 有点不好的味道 沾了吗 它跳 哦 跳出来了 对 反击了 但是这个地方以后确实有一点不好的味道 顶 不过它现在这边还有个 就将来有这个顶 有一点 顶外它这有个段 对吧 还味道不是特别好 嗯 肩顶 肩顶的时候白洗 然后再回去 啊 他就觉得两个便宜一点 便宜 交换一手 反正他觉得便宜 便宜便宜 搞不清 就他个人觉得是便宜的 嗯 黑起飞 飞过来 现在下边 不过黑起器的下边空也是不少啊 感觉上围那下边不像够的样子 因为你这边就没了 你如果围下边的话 嗯 他走哪了 搬 搬这个 好像把自己连后 反正范廷肯定是判断就是你围住是不够的 反正他这时候可能就着急进来了 他现在围他就觉得你围下面不够 嗯 老老实实回去了 是吧 他觉得 反正 嗯 这样他基本活了 嗯 这地方还有 这肯定现在不能冲了 对 冲被人的心手打跳出来 他只能先连回来 走这个白起也不会跟着沾 对 现在白起肯定不能 对 要走继续马 已经走到这 不能是这种单关联络啊 对 要把这个冲掉安全点 把这个冲掉 冲不冲 没有冲 那就直接捞底下 你这个冲是怕以后 怕以后冲不到 将来如果黑棋长先走是吧 再冲 冲不到了 对 怕这个 但暂时你应该不着急 按范婷玉的风格 我估计会在下面吧 是 对 他 他绝对是不会怕死的 他这个空就我们说这个空有点大 他也是不 恨空是吧 对 不愿意让黑棋的空 他这个也间接防止呢 你这样冲 他打是不是有个挖嘛 对吧 不仅是破空啊 他对 比如说他你沾上以后 他比如说虎一下 虎完这般你可能要补呢 这有个挖就 比如说你随便补一手 把这一挖 对 还是盯着底下 所以说黑棋大概 还是不能 不能直接 不能冲动 不能冲动 先尝 先走 尝一下 对 尝一下 尝一下白棋 然后捞掉 然后黑棋冲动 现在再冲 那就是一个 也是要拼一下 就是一锤子买卖了 这事 对吧 空肯定是不数了 空肯定没法数了 你这空肯定不够 他把这一下都捞掉了 你再围还怎么下 再围这个已经缩水不少了 对 缩太多了 那么现在 就是看中府的这个 公杀了 对 看能不能杀掉 看起来是累 能不能杀掉 就是说占一点便宜 可能也不够 是吧 这现在已经没有便宜 可占的问题 就是一个杀的问题 就是目标很明确 对 因为他 他这块活得很清楚 你上哪占便宜 这都是全连着的 对吧 你只有一种就是杀 否则你没有便宜可占 那么这盘棋 这个格局也是 比较简明 对 不太好杀 这个棋 看起来确实是太不好杀了 就像这一走 那你走这个 它底下应该怎么都有一只眼白棋 那上头这一虎一虎都出眼了 刺好奇 刺好奇 你先打不着 打他一下打 对吧 如果现在打的话 他一下 对 这两个一吃了以后 这两个一吃以后 你这地方 还有各种不好的味道 然后底下可能就随便 就走一个应该就活了 对 这个不太好杀了 对 如果粘 它就下面是不是拆 就比如说这样走 又感觉眼性就够了 跳还是先手 如果你现在比如说这边来吃 这边来吃 它这个地方 先手提一下 对 这感觉 活法 感觉上活法应该比较多 它首先 它这一打 已经有打结的这个状态了 对吧 你就是比如 就什么 飞一飞 我觉得这个不好吃 眼型还是比较好长的 太多了 这还有飞点 对 就是靠一靠 反正 好像这好像 不太像这人死 活了一点多了 所以刺的基本上是先手 对 然后你这样 这样它再一连斑 这下得太好了 这这两步精彩 你看它本身 如果你连斑 你是可以打吃这个的 对 这样你 兜完以后 你看它这个骑形 是这样的一个骑形 对吧 它刚才把你这个点到了 现在在看这个交换 对 点到以后再连斑 如果你再吃 这个从骑形感觉来讲 黑棋太痛苦了 对吧 这下被点到一下 嗯 那白棋应该就比较好活了 它就沾上以后 它这边一打吃 这一搂包什么 这个好像 这个点一下便宜太大了 对 所以点过再搬 所以点过再搬 黑棋应该是不可能去反打 是 下得好 这个地方点完一搬 确实是 这个是高手 果然是范婷玉 范大将军 高手 范大将军在这个 下的 之孤 还是下得很好的 嗯 之孤的时候 搬 一壶 这个眼 这个眼味眼见就已经出来了 对 因为这个断打是先手 它还能吃吗 感觉上不太像人那样子 因为它底下应该是有只眼 嗯 首先你这样吃 它已经有可能 有可能这样走 有可能这样走 其次 我看它这样走 应该问题也不大 比如说 走人这样以后 比方说 怎么这样 我看看 非典一个 非典黑其实走哪 已经有点痛苦了 对 因为就打一个先手 是吧 对 其实非典是要 对 断的 对 它如果说 有点痛苦 这个 这个它打吃 然后拐先手一搬 就把里头断了 嗯 那你刚才 要不然就直接打吃 飞一点呢 直接打吃飞 也有可能 打吃飞 直接 对对对 比较直接 也是吧 刚才单飞 好像含蓄一点 但还是好像 显妙一点 好像 好像发现 跟直接一点 没什么区别 这样子好像黑棋 是 对 挡不住 以为单飞像个高手 反正打吃飞 也是一样的 效果一样 是 吃不掉 本身 本身已经自己出事了 这快进去了 吃其太累了 这个空间那么大 对 他不能吃掉了 感觉顾仕豪这棋 要快投了 我觉得 这怎么吃 我是看不出来 可能还是这边有误算 是吧 一上来自己先死了一大块 对 一般来讲 这个没有高手会投入这么大兵力去杀这一块 关键是 它没有一个缠绕的地方 你比如说这块如果没活 那两块可以缠绕的好一些 这个来吃这块棋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勉强的 就是没有办法了 对 这个是一个不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 吃一块棋确实是不好吃的 你两块缠绕还好一些 是比较勉强的 对对 他现在去尝这个 尝这个的目的 他现在尝到以后 那边会不会 是 他尝到其实是不是就是要打吃这里了 对对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打呃自己呢 先做一些准备 然后再来杀这里先跳到 但问题是他有个地方他这下没打到啊 他这下刚才现在打了 现在打人家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这个 这样啊 刚才我们说打吃这个的话 现在多了几个子可能有点不一样是吧 就是他要杀棋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先把这个打掉 他应该先打掉 他现在没打 有没有变 倒是一样 没变 他也不选择猥琐 他先冲 这个先冲又是好次序 对 先冲又是好次序 这个冲掉之后多了半只眼 是 他现在就是走这个话会比较猥琐一点 就是 就是承认我 我被你吓到了 我就求一个打结活 不然他不肯 对 他这下 从黑棋没机会哈 就是现在打是好不好 黑棋前面没有机会走到这儿是吗 对 他冲之前是不是先冲一下好 这是101 我看他 没有还没虎倒是 他冲不出手 没虎是吧 对 没虎那当然是冲不出手 那肯定不能冲 那冲完人家就不往来堵了 有道理 他冲不到 所以现在冲这个时机也不错 白棋 黑棋也 不太敢 没办法脱线啊 敢吗 那不行 他就这边 这边他这个是线 他一冲过去 他冲完一搬 你这四个子有危险 所以这个无奈 对 这下也冲不到 只能挡 只能挡 但白棋这地方留着一个半只眼 那有个半只眼呢 他这地方应该是有只眼的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做出一只眼就可以了 对吧 贴 一只眼就可以了 那还是比较容易的 贴下手棋扳完一堵 就是一个打结了 对吧 一堵 一提打 就打结了 嗯 所以他贴到是先手 能做先手贴 扳完一 这个现在 现在白棋呢 就是只要做活 是不是这棋就已经拿下了 对 就是做活的问题了 那就这个活棋 做一次眼应该挺容易 并不是很难 就断就行吧 我觉得 断行不行 我感觉是断就可以 嗯 断完楼包 一顶 断 那我只能吃啊 嗯 然后 顶 顶 不过他 这会不会搬 搬我就拐出来 是吧 嗯 如果党呢 党你是 党我应该是有一只眼了 党我 这个班 班不是先手吗 就有个打吃 对 我有一只眼就行了 因为我这个地方一只眼 你你肯定要破这下面 对 对吧 所以我这个走到 我就 其实我现在核心 就在这地方做一只眼 我就活了 嗯 好像 这怎么吃 你搬到也不行啊 班我就算 就算我 我听你的 忍一个 好像也不行吧 你这个班是先手 是吧 我这也挡不住啊 我 不对 但是你这样 你班到还是有希望 班到你退 这样我班这个时候 你 你你粘上 我打吃 你再从这头打 啊 这样 这能杀吗 这个被拔一个子再杀 感觉也不太 拔个花再杀是吗 不会吧 那那你不 不这么杀就没办法了 那只能这么杀 这样这个挤 是我的权力吧 游戏吗 那个虎刺先手 这个虎刺先手 嗯 虎刺完了 有没有这个 对啊 但他不见得 让你走到 反正只能是拼搏一下 看 但白旗应该有更简明的下巴 我觉得 让白旗可能应该有更简明的 实战就是这样子滚倒了 滚包了一圈 就是我们这么下的 我们先是滚包了一圈 滚包 确实我刚刚看 好像滚包是可以的 滚包完了 然后他不顶他单扳是吧 单扳会好一点 对 单扳他没把那个气给装进 这个气先不装 先单扳 那黑旗要杀只能是接到这儿杀吧 嗯 他没有接 就这一代的白旗 还是要在这里能找到一个先手眼 然后一座眼 就很简明 是吧 不是 他这 这底下有只眼 下面还有眼啊 下面他非一个 应该就是一只眼 我觉得 非你要杀只能是跳吧 跳他冲 走一顶 你就已经没法破这只眼了 确实这个打吃打先手 对 他要破眼 你上面他就下面 你下面他是上面吗 不好上 对吧 他如果尖 尖他 他就是 这个顶是先手 啊 这都先手 然后一弯就可以了 给大家摆清楚 你这个可以冲掉 你冲掉也没便宜 是吧 那就冲掉 但是也很清楚 他这个顶先手 就算最 就算这个 最笨的是不是就可以 这个有吗 你只能是这个 这个我 这个 不对 这个好像还有点不一样啊 那我还得想想招 我得 那他这个棋 我看看啊 哎 不这个 这个不夹 夹你再冲 冲出来的 再断 断这个 嗯 局部来说没有 就是说 这样 嗯 我我硬来 不我没下好 我没下好 你这个地方应该冲不到 我可以堵在这儿 应该我堵在这儿应该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那我多打到一下 这地方多了肯定火 对 那肯定火 这个一点 先生 嗯 那就再弯就火了 再弯 嗯 你再走 我这个挤 先生 我加 加四 嗯 这下我打到了 对 这个你再挤 我不会粘了 对 是吧 你再走 我肯定跳到外边 所以底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底下是稳稳当当的一只眼 有一只眼 那这有半只眼 对 这边做个后手一只眼就可以 对 就是 所以这样 搬眼量做 所以这个搬肯定不能被你搬到 嗯 这是搬 黑棋必然是要反击的 黑棋现在是怎么反击 打了打了长出来 打了长出来 跟小尖的效果 好像差不太多 所以现在我们刚才也是 整理一下思路啊 下面有半只 下面有一只后手眼 嗯 这边有一只后手眼 嗯 正在搬 嗯 白棋 黑棋是打吃 嗯 打吃完再沾 嗯 哦 他觉得这样 打吃完再沾 他提他打进去吗 他不让你顶到这一下 哦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打结 但打结不也是宣告失败吗 打结还怎么吃啊 打结这白棋 结材太多 本身结很多 是 我们看看他这个时候 不然如果单肩 单肩的话白棋 单肩他是吃 嗯 吃一下 吃现在不能再沾 沾是先手 嗯 因为沾 沾边这边一挤就过来了 所以你一尝 他就 他就沾就可以了 你吃他一挤 对吧 对 所以说打吃的时候 黑棋就只能是 只能是冲吃这个杀 他可能觉得这个杀不掉 就看起来确实不像杀 这样子 打一朵花 看起来确实不像杀 这样子 嗯 这些打 杀不掉 应该说现在不管是哪种方案 都是黑棋勉强 所以黑棋只能是挑一个 他认为 相对来说 可能性大的 应该杀不掉 杀不掉 所以他 他现在就是只能是 呃 只能是 打 打这个 嗯 然后 然后他再沾这个 嗯 这样 选择一个打结杀 打结杀 估计也不行 现在白棋 难度也有点糟 可以考虑飞这个了吧 对 飞的 有点累啊 对 这个地方始终 有没飞 破这只一百棋挡下来 嗯 下面有一只眼 哎 他这个是不是也下得太简明 他怎么也得一天跳进去吧 怎么也得先跳进去 会 跳进去可能会乱一些 这样 这样他能不能抢先 先冲一下 对 先冲 先冲 但是白棋 他就 他就不顶 他是不是 他也不用顶了 他有没有 或者先跳一下 先跳 你有冲断吗 有冲断吗 有可能有啊 冲断我 真的哎 对 倒是可以冲断 那我只能顶了 顶的话 你就小尖这个 嗯 我得他这好像 我看看 这拐在这 然后顶在这 你走这个 不对 人家这个 你可以尖在这 是吧 嗯 拐 我看 你走 我这样的棋 我走走 我走在这 你走在这 这个先手 走在这 那 那这个就行了呀 不对 这个你可以打吃 嗯 你是要 立下去 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点什么 刚才说可以 靠进去 是吧 你这样看起来还有点乱 那起这个先手 他家 家里反正冲断 嗯 断这个 你如果吃 起打这个 嗯 是不是有一点 稍微乱一点点啊 这样不是乱 好像出事了 白的 那他怎么没有跳进来 这个机会 如果跳 跳他是挖 我觉得这怎么也得跳一下 跳一下 跳一下 肯定会乱一些 嗯 但是应该感觉 白气还是有办法 是 第一感是吃的 只是说现在啊 历时半会儿 我们也没看清楚 那真不一定啊 你如果只有走这个的话 好像确实没有做活 那 这个时候 有什么 跳的话 他就一拱 就 拱死了 那作为白气来讲的话 白气 现在可能刚才黑气 跳一个会乱一些 白气只能做这个 他没跳 白气走别的 他一拱就拱死了 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 然后可以小间 嗯 这走这个的话 他可以小间在这里 至少一时半会儿 还没看出怎么活 乱一些 嗯 走走走 我们看实战吧 对 看看实战 他反正为什么要单冲呢 单冲 单冲怕白气活法太多了 他跳一下 这个看法是比较 看得比较清楚的 嗯 就是你走这个 跳这个先手啊 他这样能跳到怎么演 就不一样 现在白气 白气挡黑气肩 那就打结了 那白气打结就 应该很轻松就活了 对 走这个 现在 刚才有变化图说要跳吗 没有 没有 嗯 没看清 跳 这样一靠 莫非 下面也没有 这下面总是有一只眼 这可能有一只眼 就是说他要求更 是吧 我就算 我就算简单的粘住 对对对对 怎么都 你是有一只眼的 他要追求一下 现在怎么杀 他现在 这个团已经有了 是吧 对 那还怎么杀 他煎的时候就团 然后粘住 那没法杀 这结材太多了 然后就就走一个吧 就是糊 对吧 这个你你提结 这个本身结也不少 对 外头跳一跳 都是 这已经杀不掉了 这个 这个应该是杀不掉的 看看 现在是 下在哪里了 现在 是怎么 150手吗 是吧 然后受控了 还有受控的选择吗 那估计就是 球投场 这个人 白棋肯定是把这个连回来的 这个怎么连 团着连 对 肯定把这个连 这个很大呀 那那个也大 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莫非 黑棋刚才要这么杀的话呀 白棋团一个是新手 团新手怎么了 我就 他官子亏了 那我杀齐了 我还管你 归官子的问题 只要为他找一个理由啊 这个 莫非觉得收扣 肯定不够了 这 这 不可能够 你 你才围的 你才围的这一点 你就死成这样了 然后这边 你也被白棋破成这样 这不可能够 嗯 估计就是 走两步 球投场了 我觉得 然后是 走这个 走这个 他冲嘛 冲 白棋走哪步 把这个粘回来 粘哪个了 粘这个 这是最后一手 哦 就是球投场 就是个一阵 对 粘这个 他又多了好多劫财 他什么尖啊 党啊 都是劫财 他这个劫就 确保他就 没有问题了 嗯 然后这一尖 这一粘 嗯 白黑棋确实是觉得 没有 无以为继了啊 所以这个 这个棋 冲这个 他没有 没有冲击力了 好像跳 还有点点乱的 对 至少是 一下子 一下子没有找出很 一眼看到 活棋的方案啊 对 因为那个时候 收控 意义不大 我只能想 是不是因为这个团一个 因为刚才是我跳的话 团一个 黑白棋先手 那你团就是一个木树 你团我就跟着你硬嘛 大不了 你弯一个 有什么关系 就是 那那时候还管木吗 就是 就是能不能杀的问题了 对吧 或也许呢 这一代是不是 我们没有 有什么白棋 有什么好手啊 没有看到 一时没 没有发现 一时没看到 嗯 那总的来说 好像这个棋 想要吃掉白棋 还是有点难度的 嗯 最终呢 白棋也是 虽然有一个结 但是因为本身结很多 白棋的本身结才很多 呃 黑棋觉得这个吃棋还是 可能性不大 所以呢 中盘认输了 这盘棋呢 就是范廷玉呢 直白中盘战胜了 古子豪 也是为这个日照队啊 拿下了这观念的主将一分 对 那么今天呢 也是这个维甲联赛 这个第二阶段的首局 是不是 大家也是 我觉得也是在慢慢的进入状态吧 对 毕竟接下来这个赛程非常的漫长 对 你身体的比拼才刚刚开始 他们要下十几盘 毕竟是我们说是维甲历史上 这个叫赛程最长的一次 最长了 对吧 好像下到就是 就是如果你的队伍成绩最好的情况下 如果能进到决赛的话 对 你要待20天下15盘 你要下15盘 这太累了 就是20天下15盘 每盘棋 你基本上平均每盘棋 其实18天下15盘 是吧 嗯 它是4盘一休息 啊 那等于你每盘棋 基本上正常来讲吧 5 6个小时要要 平均就算短点吧 5个半 对吧 5个半你每天这么干下来 就休息大概两三天 这个确实是体力消耗 所以呢 今天呢 对各支队伍来说 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像一个热身吧 嗯 大家现在慢慢的进入状态 这个毕竟赛程还很长 大家机会也很多 那么今天我们 也是给大家直播也到这里了 感谢周景杰老师啊 做客演播室 接下来我们每天呢 也都会在这里 给大家进行这个 为假的直播 也希望各位关注 关注我们这个直播 好的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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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